10月28日,作为北京市冬奥工程建设的收官之作,承担着北京冬奥会冬藏奥会开闭幕式任务的国家体育场鸟巢改造工程完工。 至此,北京2022年冬奥会北京及延庆赛区场馆和配套基础设施全面完工。 大家看到咱们背后的这个国家体育场鸟巢呢,在赛时的话承担咱们的冬奥会和冬藏奥会的开闭幕式四场活动。 今天呢,咱们是国家体育场鸟巢的叫改造工程,也都全部完工了。 也今天这个日子可以作为一个标志啊,就是咱们北京市承担的,刚才我说的,那些比赛的场馆,飞进的场馆,还有配套的相关设施,今天可以说就全部完工了。 据悉,此次国家体育场场馆改造,主要是对无障碍设施系统,警官照明系统,观众服务设施系统,及其他设施设备系统等四方面进行提升, 以满足冬奥会开闭幕式活动和场馆的可持续发展需求。 对原有的设施设备啊,进行了那个大量的更新和提升,当然是秉持的,简约,安全,精彩这样的一个理念,工作理念来去落实。 那么在整个所有的设施在今天,在今天完工以后,在未来的两到三个月就会进行大量的细致的打磨,以及调试。 在冬奥会呢,鸟巢将会开启一个全新的智慧法服务的,同时呢,也是一个节能减排的一个场馆。 丁建明介绍,随着北京冬奥场馆与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任务的全面完工, 北京及延庆赛区的临时设施搭建工作已全面展开。 按照计划,涉及观众观赛系统,运动员服务系统, 电视转播,防疫等方面的临时设施,将在年底前基本完工。 咱们搞了这么长时间建设,以一个最好的状态来迎接咱们奥运会。 现在可以,基本可以说吧,反正从我们作为这个硬件准备来说, 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说,应该说我们都准备好了。 而且呢,也可以为咱们这次成功地举办冬奥会,说白了,提供强有力的一个支撑。 北京冬奥会共设北京、延庆和张家口三个赛区, 北京市主要负责北京及延庆赛区的建设任务。 北京赛区突出双奥之城的优势, 除国家速滑馆、冰丝带、首钢滑雪大跳台中心外, 其他竞赛场馆均利用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场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